今天幫各位複習的叫做 其他氣體 就是我們除了前面教過的 氧氣跟二氧化氧之外 其他的一些重要的氣體 我們第一個講的是氫氣 氫氣當然也是一樣 色無味無鏽 傳溫它叫為氣態 這個很小是一雙 然後呢 它重點是它具有可燃性 點了會稍早 我們前面已經講過好幾遍了 火焰的顏色什麼顏色 怎麼會有什麼顏色 藍古斯蘭紫色 大藍色火焰 然後還有一個什麼 所有的所謂的 八號名稱 它基本上不太會融 我們教的氫氣氧氣二氧化碳裡面 氫氣是最不融的 氫氣是最不融的 OK 所以用海水以及氣法收集 但是現在基本上已經沒有實驗 讓我們來產生氫氣 以前有現在沒有 OK 然後呢 這是我們教各位背過的 酸的通性的性質 叫做活性大的金屬加氫氣氫產生氫氣 第一個什麼叫活性大 就是你背那個活性表當中 活性比氫大叫做活性大 所以有五個氫氣氫小 紅狗瓶箔金 所以他們加氫酸沒有氫氣 我運到金屬加氫酸會產生氫氣 所以這裡講個氫加氫氫酸 好 然後再來就是我們未來要學會 你要講過了 未來要學到的就是 電解水的負極產物製氫氣氫氣氫 產生氫氣的方法 好 另外一個呢 就是我們的重點 過性劑 就是我們的周期表最右邊那一排 看來亞克這一排 所謂過性劑 他們因為活性非常小 幾乎不跟任何其他的東西作用 科學家費了老半天的劑 來製造出他們的化合物 所以我把它叫做過性氣氫 又稱之為高貴氣氫 因為它很高貴 不大跟人家在一塊 古時候又叫做稀有氣氫 後來發現它一點都不稀有 亞在公用含量第三位 怎麼會稀有 所以就這個名字就不用了 以前叫做稀有氣氫 現在比較很像 我這是以前的名字 但是還是要做性氣氫 或者是高貴氣氫 之類的 聊了一下 然後呢 這個是考試有考過的事情 這個是學測基測考過的事情 它都是單元子分子 這個做性氣氫不僅是不喜歡 跟別的物質在一起 連自家人也不喜歡在一起 所以都是一顆一顆單獨的 一顆不像我們說 其他氣氫都是雙原子分子 氧是O2 綠是CL2 它不是它又是一個 HE氪而已 但就是我們的基測考過的題目 都是單元子分子 然後呢 叫自己背下用 背下用 好 用股背起來 派氣密度很小 然後取代氫氣填充氣球 為什麼不用氫氣 因為氫氣可燃會有危險 所以歷史上發生過 飛船燒掉的狀況 所以就用派氣來代替氫氣填充氣球 然後可以飛起來 可以沒有不可燃 奶氣就是所謂的發紅光做檸檬燈 我們講過了不同的東西 會有不同顏色的光 那我們基本上選一個Nine 是所謂的黃色變色白液 這個Nine 就是所謂的紅光 配一下紅光做檸檬燈 OK 現在還有一個叫做雅氣 雅氣呢一個叫做防止金屬氧化 汗接的時候防止金屬氧化 另外一個是燈泡裡面的 汗汁跟防止氣化增加亮度 那個在工業上所謂的雅汗 雅汗 以後如果你有機會碰到在桌 所以汗接石 然後看一下 就是把它用途背起來 對 你把它用途背起來 謝謝